那份也是六百年的份 这个是后维修铺上的 看见吧 这砖都是后维修铺上的 这个也是 因为什么呀 他这长天 都走成这后来不堪了 人家已经签了 这个是这个东西 人家是修的 而是这个才是真正的 就是当年六百年前的这个砖份 知道吧 我再跟你们讲 这个一共有三层 第一层 要从下头数 第一层 是什么呀 是明清两代的官员 的官礼台 官礼台 到那个祭天的时候 他们在这里跪着 是官礼台 是正五品 和正三品 最低 是正五品 正三品 这第二层 是正二品 正二品 正三品 这是第二层 这这层是正四品 正五品 就是说 这个官员 在这 一旦上了那个上头 您知不知道什么 就等于上了天了 因为两代皇帝 设的这个圆秋 知道这个围栏吗 这个围栏啊 最上头那层 是蓝色的 乾隆 我给他扩大 其实不是 他是 补建 圆明园 他把这个拆走了 他用那个 防山 汉白玉 他去 补修的 城 这个首层 首层 其实 咱们中国古代啊 首层 叫什么呀 就叫明堂 你们听说过说 天子做明堂 赏 四百千堂 就指的是 圆秋上 知道吧 所以说 他上头 是这个 是叫明堂 人家 说这个 第二层 就说二堂 这是 三堂 明白吗 这就是上回 我的祖先 不是跟着 康熙来了吗 有人在那儿喧哗 当时就那个 康熙就说了 谁在二堂喧哗 就把那二堂的那个官员 给叫上去了 叫上去说 说你为什么 咱们他祭谦的 你为什么对老千爷不公道 制作他罪了 一下给他降级